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与人民元正在播出 敬请收看 MOTO ME600更加契合双手 独创后空翻设计 机身后的点控触摸板 还有MOTO Blur 实时聚合网络好友讯息 开心人人一介连 MOTO后空翻ME600 海南大学三亚学院在三亚 三千亩热带园林市校园 三十万平方米现代化校舍 共许全国万名优秀学子 正坚定地向着与国际接轨的 现代大学制度前进 本栏目由海南大学三亚学院冠名播出 观众朋友 在上一集里 我曾经给大家提到过一个事 就是与国对于万里之外的中国 非常的关注 特别是在1860年 英法联军火烧中国的万元之元 圆明园 当时参加这一次打 砸 抢 烧 杀 有一个法国的上尉叫巴特勒 给于国写了一封信 得意洋洋地讲到这一次火烧圆明园的情景 于国给他回了一封偿信 那么这封信的内容是什么呢 那于国为什么要对万里之外的中国这么关注呢 好 现在我就来给大家讲讲这个问题 于国给这个巴特勒上尉的回信 分为两个部分 这第一部分呢 给这个得意洋洋的法国军官巴特勒 一个当头棒喝 他信是这样写的 先生 李文武对你这次远征中国的看法 你觉得您这次远征值得称谕 干得漂亮 而且你很客气 相当重视我的感想 按照您的高见 这次在维多尼亚旅王和拿破仑皇帝的双重旗帜下 对中国的远征是英法两国的光荣 您想知道我对英法两国的这一胜利究竟赞赏的何等程度 接下来如果笔风一转 他这样写道 我告诉你啊 有一天有两个强盗闯进了中国的圆明园 一个 抢了圆明园 一个 烧了圆明园 一个 一个 装满了一箱子 一个 塞满了一麻袋 然后哈哈大笑手牵着手回到了欧洲 满以为他们 是胜利者 是荣誉者 这一个强盗就是英国 另外一个强盗就是法国 对此 我要对你们的行进 提出强烈的抗议 这就是我 于国 对你们远征中国的态度 公元1860年 英国和法国为了获得更大的殖民利益 使鸦片贸易合法化 两国组织联军从广州长驱直入 两万名士兵 两百艘军舰云集天井 随即进攻北京 这是历史上著名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在这场战斗中 中国军队的大刀长矛 根本无法战胜英法联军的尖穿力炮 最终以失败告终 随后英法联军洗劫和烧毁了 皇室园林圆明园 于国对此给予强烈谴责 称之为两个强盗的胜利 现在我们看 当时英国的一位随军牧师 叫莫格赫 在他后来出版的一本书 叫做 我们是怎么样 来 占领北京的1860年 对华战役的叙述 在那本书里 他是这样讲到的 他说联军的胜利 很容易使我们想到 当年英勇无畏的 一小撮罗马的士兵 打败了北方蛮族的情景 几千个欧洲人 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 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 就攻占了这一座 重兵防守的要塞 看来 技术和文明远比军队的数量 更占优势 英法联军的德意洋洋 还在继续 大国口一战以后 他们就攻到了北京的郊区 这时候 英法联军出动了八千人 而中国军队三万骑兵 那三万骑兵都是当时的精锐 打下来你猜是怎么结果 清军战死了六千多人 还是失败了 而且你还是不能够怪 军队不尽力 他们都展开了一波又一波的 自杀式的攻击 所以英国的隋军牧师莫格赫 又在他的书里边写道 这简直是一场不可思议的胜利 这一章结束以后 后来 英法联军长驱直入 咸丰皇帝 逃到了两百公里以外的避暑山庄 然后10月6日的黄昏 法国军队首先攻入圆明园 并且大肆抢劫 那么 抢了圆明园以后 他们还不解气 英国大使就下令 要一把火烧了圆明园 所以就来了一个三光政策 烧光 抢光 杀光 这个细节讲到这儿了 我心情真的很沉重 那是发生在1860年的事情 你甭说因为专业的关系 我就想到40年以后 这一幕又发生了 但不是在北京 在中国的西北 在敦煌 又是一个英国人 叫斯坦因 又是一个法国人 叫薄熙和 这两人先后来到了敦煌 藏金洞 每一个人拿了数千卷 质量最好的敦煌金卷 拿到欧洲了 现在呢 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 和法国的国家图书馆 在那儿躺着 所以现在我们要研究敦煌金卷 我们往往还要跑到英国和法国 去看圆圆 所以你说那英国人和法国人 他能不得意吗 于果当时的信呢 他是完全属实的 于果在给巴特勒上尉的回信中 这样描述圆明园 他说 请您用大理石 汉白玉 青铜和瓷器建造一个梦 用雪松做乌架 披上绸缎 坠满宝石 这儿盖神殿 那儿建后宫 放上神像 放上益寿 是以琉璃 是以黄金 是以枝粉 请诗人出身的建筑师 建造一千零一页的一千零一个梦 天上一座座花园 一方方水池 一沿沸泉 再加上成群的天鹅 猪鹿和孔雀 请你想象一个人类的仙境 其外貌是宫殿 是神庙 如果给予了圆明园无限赞 那么他为何能够对圆明园有如此了解呢 与过究竟有没有到过中国呢 我告诉大家 他都没来过 东方他也没有来过 但是呢 他为什么能够写 这封信写得那么准确呢 把这个圆明园写得这么栩栩如深呢 我的理解啊 他有三点领先 哪三点领先呢 这一点也很值得我们今天呢 每一位中国人呢 学习的 而且 这三点呢 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的 如果第一 超乎凡人的是 他的眼界领先 第二超乎凡人的是 他的信息领先 第三个 就是他的境界领先 我先谈第一个 于果啊 他的眼光 他的眼界 领先于普通人 我们都知道于果是一个欧洲人啊 当时的欧洲人啊 跟当时的中国人不一样 当时的欧洲人早就在拓展世界 早就在全球开发他们的殖民地 早就用尖船力炮 轰开世界好多国家的大门 所以在他们心目里边 地球早已经是一个地球村了 但是 我们当时中国人呢 我们当时中国的皇帝和中国的百姓呢 还不一定 包括乾隆皇帝在内 都还 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甚至呢 闭关锁国 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央 所以我就想到 早些时候了 这个英国的有一个使节叫马嘎尔尼 来到这个大清帝国啊 他就感叹 他说大清帝国就是一艘破百不堪的剧烈的战舰 他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没有沉默 完全是因为他的体积和外表 但是一旦有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去驾驶啊 他就没有纪律和安全可言 所以别人是明白人 别人早就看到你致命的地方在哪 但是当时我们中国 由于闭关锁国 以为我们是一代天朝 我们就没有这个眼光 而渝国等 欧洲人就有这个眼光 所以他们早就认识到地球是圆的 他们就站在很高的角度来看问题 来静观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MOTO ME600更加契合双手 独创后空翻设计 机身后的点控触摸板 还有MOTO Blur 实时聚合网络好友讯息 开心人人一见脸 MOTO后空翻ME600 MOTO ME600更加契合双手 独创后空翻 MOTO后空翻设计 机身后的点控触摸板 还有MOTO Blur 实时聚合网络好友讯息 开心人人一见脸 MOTO后空翻ME600 高原之宝 高原之宝 蟒牛奶 助您 札西德雷 高考风雨路 名师 伴你行 教肤选用红对沟 学子高考 便轻松 红对沟教肤 新捣链 新浪潮 恒水 名师新作 好书 中原之路 爱心呵护 明十一号 学子骄傲 其实鱼果一直对东方文化 有着浓厚的兴趣 他在写给巴特勒上尉的信中 一再把圆明园和希腊的 帕特勒神庙相提并论 并列为艺术的两种起源 而且鱼果喜欢搜罗中国艺术品 在巴黎的鱼果故居里 有一间中国客厅 摆满了佛像 瓷瓶 陶器等 中国艺术品 在1865年3月30日的鱼果首记中 他这样写道 今天买下了一大批中国的丝织品 麦主是个参加过远征军的英国军官 东西是他从中国皇帝的 圆明园中抢来的 鱼果对中国命运的关注 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既有理性的思考 也有感性的认识 他终生都怀有一个深深的中国情节 在他的生活中 但凡有一点关于中国的消息 他都认真聆听 我们知道当时欧洲有很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 你比如说1715年 这个意大利人南士林就来到了中国 而且就在圆明园参与圆明园的建造 然后1738年 鱼果的一个法国老乡 叫王志成的 也来到了中国的圆明园 参与这个西洋楼的建造 1844年 法国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人物 叫蒋友仁 也来到了圆明园 参与建造西洋楼 这些人都很有学问 圆明园是世界上最大的理工 是万园之园 是东方园林艺术的宝库 是人类的一个奇迹 所以在欧洲早就问 这个名气非常大 而且这些很有学问的这些人 他经常要给欧洲写信 要写书 你比如说这个 鱼果的法国同乡 王志成他就写道 他说天哪 你看那中国的圆明园 无论是设计还是建造 都太优美了 我简直看不到第二个 让我特别惊讶 极为壮观 美轮美奂 而且跟他们相比 我们只有佩服中国人的份 跟他们相比 我们的建筑既单调又缺乏生气 而且这圆明园里 宝贝多 数不深数 堆积如山 这里边有中国的 有印度的 还有欧洲的 所有的宝物都在里边 所以当时在英国和法国 在欧洲很多国家都以圆明园作为榜样 都自愧不如 而且中国是三个词 成到当时很时尚 很潮的一个词 你说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博学的鱼果 他怎么可能就没有看到 这些信息 这是第一个 来自于传教士的信息 这第二个信息 我分析 余果可能 他对于圆明园的理解 就来自于当时1860年 英法联军 这些侵略军 军官或者士兵 他们的随笔日记或者书信 那么在那 我举一个例子 我刚才谈到英国有一个随军牧师 叫莫格赫 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这是一千零一夜的场景 是一种幻境 就是狂想也想不出 我们眼前确实存在的现实 大家一听就很亲切 就很熟悉 那鱼果的信里边 不是也有这么一句话吗 所以我的理解 鱼果信里边有些语言 可能说不定 他就看到类似的这样一些 随军的牧师 这些军官 他们的第一手资料 鱼果对中国艺术情有独钟 他一生都在为正义和真理 鼓与呼 鱼果曾经说 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 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 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他的人道主义情怀 永远没有国界之分 他对中国文化的执着追求 也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我的理解啊 这一个人的眼界就决定了他的事业 这一个人的信息就决定了他的成败 这一个人的境界就决定了他的品德 我在上一集不是也讲过吗 这一个人要永垂不朽 必须要立德立功立言 现在我就回到鱼果的境界 他确实高于当时的同时代人 高于同时代的法国人 我在上一集讲过 鱼果是非常爱国的一个法国人 但是鱼果对于法国军队 抢劫圆明园这件事 他是很公允的立场 当然这有一个背景 鱼果是一个人道主义者 所以他有着普渡众生的情怀 他对于这个文明古国 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关注和同情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那么我在这我就想到 这封信的最后一段话 他是这样给巴特勒写信的 你可以看出鱼果他很高的境界 他说法兰西帝国从这一次的胜利中 获得了一半赃物 现在他有天真的 仿佛自己就是真正的物主似的 将圆明园辉煌的掠夺物拿出来展览 我渴望有朝一日 法国能摆脱重负 清洗罪恶 把这些财富归还被抢劫的中国 那么今天 须止一算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刚好150周年 在2009年的10月22日 中国了排出一支规模很大的专家团 到海外来考察 来摸底圆明园的这些流失的文物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想到了鱼果 19世纪这么一位法国老人 对于当时古老而颤弱的中国 能够以这么无私的古道热肠的同情和关怀 所以我的理解 鱼果将在我们中国人的心里 得到永生 那么到现在为止 我们关于鱼果传奇的介绍 就讲完了 他是文学领域的旷世奇才 他用如传之笔征服世界 但辉煌的背后 他一生却是债态高中 那又是什么债让他越还越多 他创作的人间喜剧 被称为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 他在人间喜剧诸多人物中 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他的一生又经历了哪些痛苦不堪的遭遇 唐山市开轮一中校长张立军 石探巴尔扎克 3月8日至12日晚8点05分 诗说栏目播出